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特劃指引 然後我是卡米哥 那我做了一個聊天機器人叫卡米哥,這是用RELS做的 那他就是一直會想看後來機器 然後後來就出了一本說介紹這支機器怎麼做 然後後來就變成LAPIX 大概是這樣 那我今天要講的內容會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認識Turple 然後再來是Turple的使用限制是什麼 然後最後是注意事項 好,那從認識Turple開始 那Turple的目的就是讓你不要寫教Street 就可以開發這個3S網站 那他的方法就是我不要寫教Street 我就寫HTML 所以就是把你原本會寫在教Street上的東西 想辦法改寫在HTML上 那他當HTML上面寫設定的這個標籤的時候 他就會觸發這個課程 然後Turple的功能就是幫你發那個Edge 就是因為單頁是網站 就不要換頁 所以他就幫你發Edge 然後發出一個repress 接收到Response 然後幫你更新畫面這樣 那他是存教Street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搭配repress 但是因為Turple的作者就是repress的作者 所以他們走起來用應該是蠻好用的 好,那我先從AdjustBeat的部分開始講 這個Turple.js你裝好之後 你會有Turple.vg的方法 那當你去呼叫Turple.vg方法的時候呢 你傳入這個location就是網址 然後配一些參數 這時候他就會幫你用HTML去打這個網址 然後他會幫你 拿到結果之後他會幫你更新畫面 那如果這個什麼都沒設參數的話 他就是整頁更新 那這個參數的話有這麼多 這是直接去看他的Source Code 那這邊不會細講 再來是Turple.vg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是存教Street 他現在是講說那他跟HTML的關係是什麼 當HTML上的超連結跟表單被點擊的時候 他就會觸發Turple的行為 那你可以決定你要不要去觸發Turple的行為 然後你可以決定要用HTML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用Veels的Hailfront 弄一個連結出來的一個正常連結 那預設Turple是開啟 就是你裝好之後預設開啟 所以這樣子就觸發了 那如果你要自己控制的話 你就寫HTML 然後出貨Pose 你就可以控制這一個連結 要不要啟用Turple 那下面這個是對應的原始的HTML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個Data Turbo的屬性 可以去控制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Data裡面再加上一個Turple-Messor 的參數 那你就可以控制他發出這個Request的時候 是用HTTP-Messor 然後下面那個 這兩行就是 一行是你用Helper寫的 這個Helper寫的方式 另外一行就是 原始的HTML 所以如果你這個 在用的時候發現他好像沒有在做事 你就去看一下原始的HTML到底對不對 那接下來是Turple-Frame的部分 剛剛講的都是整列更新 然後他整列更新就是你點一個槽連結 他其實整個頁面都換了 但是他就是 都用HX做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部分更新 就是 Turple接收到一個Response 我們可以指定一個更新的範圍 那首先我們要有一個Turple-Frame Tag 那上面的是Helper的寫法 下面是他生成出來的HTML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HTML的Tag 叫做Turple-Frame 然後他會有一個ID 那他就是認這個ID 他這個裡面會有一些內容 好 當你定義出這個範圍之後 我們這個 裡面可以把一個超連結 那這個裡面的超連結 被點擊的時候 他會預設的想要更新 這個Frame的內容 這是他的預設行為 所以意思是 在Frame裡面的連結 點擊之後就會更新Frame 好 那我們可以 加上這個DataTurple-Frame 去指定他要更新的Frame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再一個Frame去更新另外一個Frame 一個Frame裡面的超連結 按一下 更新另外一個Frame 這樣 那他詳細的約份 原始的一條在看下面 就是DataTurpleFrame等於什麼 這樣 然後 這第二個環大家可以 哦 等一下 這個 減套的這個 就是 雖然你這個連結放在Frame裡面 但是你想要選頁更新 那時候 你可以寫減套的 他就可以選頁更新 那 如果你想要 就是用JavaScript的方式 去 讓他更新畫面的一部分 你可以用這個PG 入鏡 然後 直接寫你要更新的Frame 是什麼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用JavaScript 就是你不一定要用 就是 HCL 觸發的方式 你可以用JavaScript 那這個要注意就是 結果 7.2以上 才可以這樣用 然後 然後 再來 這個就是 Response 到微傳結果之後 你的Response裡面 欸 等一下 遮住了 我那個 這個 就是 這個是一個Response 然後它Response 會有 前面可能會有一些內容 後面可能會有一些內容 但是它不管 它就是把這個 Turbo Plane Tag 這個內容的部分 塞進去原本 地方 才會做這件事情 它會去 就是 Turbo的這個JavaScript 它會去把 拿到Response的 TurboPlane Tag 整塊的複製 然後貼在原本的 這個TurboPlane上面 這樣 那再來講 這個TurboStream 做什麼事情 TurboStream 它是做 就是 在發出Response之前 它可以指定說 它會用 TurboStream 格式接收 那 TurboStream 是用來描述 怎麼編輯 是怎麼修改 這個畫面 的一種TAG 然後在接收到 這個Response的時候 它會根據 TurboStream的內容來編輯 好 那 你要寫個夠是這樣子 第一行 你就是一樣 這邊有合個寫法 你就是寫Data TurboStream 當你寫了True之後 就是它反過來下面 Data TurboStream 是True 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連結 被點下去的時候 它發出的 RequestHeader 的 Accept 會加上 TurboStream 這個格式 所以你的Server 就會知道 要用TurboStream 回覆它 好 那 你也可以用Jung3出發 它這邊的話 它就是 後面出來參數 Accept StreamResponse TurboStream 這樣的話 你直接用Jung3出發 TurboStream 好 它是怎麼 描述的 就是 一個TurboStream Tag 可以描述 它怎麼編輯店面 所以 大家可以看 TurboStream 它有一個Action 是我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TurboStream 然後TurboStream 是對誰做 這邊的TurboStream 的話是 DOMID 然後它有一個TurboStream 就是 裡面會有一個內容 它先不要管這內容 所以它會把 下面這個內容 TurboStream 到Message 上 就這樣 那 它的格式是這樣 這邊就是指令 然後這邊就是目標 然後Name 就這樣 那個目標 Name 它這個有多指令 然後它的目標有兩種 一種是ID DOMID 另外一種是CSS 它這邊 大家注意 這邊有個S Turkey的S 前面這個 沒有Message 後面這個有 所以你就是插這個S 你就可以 用CSS 如果你 寫Turkey 然後你後面寫CSS 你就會發現它壞掉 這樣子 好 那你到底有哪些動作可以做呢 就是 Append Revent 然後 Replace Replace 那它做的事情不一樣 反正就是 編輯 那 實際上 TurboStream 扣起來後面 給大家參考 那 當它這個 接收到 這個Response 的時候 如果它Response 這個Content Type 是 TurboStream的話 它就會直接 RenderStream 這是 Turbo做的事情 那 那 如果我想要用 JavaSuite 直接Render可不可以 可以喔 這個很厲害喔 Turbo.RenderStream Message 然後你這邊直接放 TurboStream的Tag 才可以做 所以它其實也不一定要跟 Turbo有交通 直接放TurboStreamTag 它就在更新畫面 那 有人就這樣做 結果就是 我可不可以用Fage 自己打一個 一塊出去 拿到結果之後 再更新畫面 可以 就是 網址放這裡 然後我 TurboStream 然後拿到結果之後 把這個 塞進去 才可以做事 然後下面有 這個 這段 程式碼的出處 好 然後 TurboStream還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 我如果在一個 Response裡面 回傳說 TurboStream 它每一個都會做 運作 然後呢 它還可以用 WaveSaga傳 反正它就是一個 編輯頁面的格式嘛 所以它就是 只要被傳遞 然後它傳到 那邊 它就是用到那個Vender去 好 那它就會Walk 好 那接下來講這個 使用限制 TurboEasy 只能用來發 GetRequest 那它 理論上它有另外一個 是做 重的賞面 但是我還沒看到 在原始碼哪裡 我看了好久 沒找到 那這個 TurboStream 就是 它現在只有這個 超連結跟表當 那 那 有些東西你想讓它點擊 然後想讓它發入 禮貫子 沒有辦法 就是 這六八人點擊 你有時候會想讓它 點的時候 去載入一段 畫面 假設是什麼 深夜之類的 然後 CheckBox 點了之後 可能要做點事情 可能要跟社會溝通 沒有辦法 你要自己寫一下 Frit 那 TurboEasy的話 它一次只能更新一個Frit 就一個禮拜的出去 你出去之前 你就要講你要更新哪個Frit 然後它回來 你就只能更新那個Frit 你如果想要一個禮拜的 更新兩個Frit 它算了 就不行 那舉例來說 你什麼時候可能會想要這個 你假設你要登錄 那你登錄的時候 你想要更新畫面上做的內容 可能你登錄之後呢 你可能要顯示一個頭像 或者是你頁面的主要內容會改變 然後或者是商品交付後車 這種很多情境都會導致你的畫面上有多個部分改動 那TurboEasy的話 能夠做這件事情嗎 可能不行 好 TurboEasy的話 正常的是遇不到 但是我在測試的時候 我就遇到 它要同一個Domain 才會正常運作 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不會運作 所以 但是如果你是自幹的這種 你就直接強制要求它回折 它還是可以回折 然後再來講這個注意事項 就是 大概分這三個 它比較適合做這個即時儲存結果 然後再來是 如何用TurboEasy來取代UJS 然後最後的是這個 TurboEasy可能會導致你開心 因為你也不好運作 需要注意 那第一個是這個 即時儲存結果 那 大家應該知道什麼是 就是Nethys的model form 就是 我一個model要儲存的時候 我連關聯的 要全部一起儲存 那它會在一個 一段子寫入很多個model 那 Wilth呢 它有提供很多 這方面的help 讓你可以很快速的做 但是 我們想到說 既然Turbo 它這麼擅長做這個 單業式網站 所以它這個 點擊畫面更新一部分 是不是很適合 用來搭配這個呢 實際上做下去就是悲劇了 那 這邊給一個案例就是 假設我做一個新增會員 然後我這個會員 它可以有很多電話 這樣子 很多電話 那當我去點擊這個電話的新增的時候 它其實是要展開來 然後一個新的表格在那邊 那 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就是一定要用Java Street做了吧 那 可是我不想寫Java Street 我如果改用Turbo來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很好的 那 實際上寫了之後會發現 呃 這個程式碼是非常難維護的 所以勸勁大家不要搞這種事情 所以呢 就是有一個解決方案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這個東西不好維護好了 就是 就是 當我要 建立這個電話的關聯的時候 其實這個會員根本就還不存在 所以會員沒有ID 那會員沒有ID 的話 你怎麼 有辦法很簡單的建立這個電話 就不行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 重點是我怎麼要讓會員先有ID 如果有現有ID的話 很好做 好 那結論是這樣子 就是 當我按下新增會員 進入這個表單的時候 其實我就先create好一個草稻的會員 他就有ID了 那他有ID的時候 其實這個頁面看起來叫做新增單 他其實就是一個Hardware的方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下面這個電話信用卡的地址 你全部都可以用很基本的 這個 就是 就是TurboFrame就可以做出來 而且他不需要這個Netflix的方 他會變成很乾淨 對 概念上是這樣子 那在這種情境之下呢 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 雖然這個是草稿 然後 你編輯這個電話的時候 你按新增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存進去了 那這個用戶可能會認為 他沒有按下面那個保存就沒事 他可能 想要取消這個所有的編輯 他可能會認為說 我這網邊關掉我就不會改 但其實沒有 全部都存進去了 所以 當這個設計變更成 就是 即時儲存的時候 你要怎麼在界面上告訴用戶 這個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這個是剛剛那個講 你只要有會員HIP 你就可以很簡單 那些東西 加Turbo 但是 這個問題是 你連接電設計要跟著改 所以這個影響蠻大的 那 可能只有新專案可以這樣搞的 就是 如果你有個舊專案 然後 舊專案的新 feature 想要用Turbo 可能 你只會造成用戶的困擾 對 當然是這樣 但是如果這整套裝去的話 我是覺得 如果有亮號的 UX設計的話 應該是 用起來很準 而且層次法正好 我的問題 好 他再來講的是 取代UJS的寫法 UJS有幾個主要功能 第一個是 DETA REVOR REVOR REVOR等於 當這個連接被點擊的時候 他會自行 就是 他會把 RESPONSE 當作是一個JS3 然後來自行 然後 第二個是 它可以指定MAT 第三個是 他也可以用這個CONFIRM 當用戶點一個連接的時候 他會先跳一個CONFIRM 然後 用戶如果選擇不要發送 他就不會發送 這樣 那這三個方法都有 對應整個Turbo的做法 那這邊就是三個 好 好 第一個這個點擊連接 之後 我們可以執行JS3 這個DETA REVOR 已經沒有 這個參數了 但是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手法 搞定這些事情 那等一下會講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比較簡單 就是 原本是 DETA METHO 就改成 DETA-TURBO-METHO 就好了 那 如果 你的專案 同時安裝了UJS 又安裝了TURBO 你可能會導致 就是 就是UJS會搶先 把這個行為抓住 然後 你的TURBO就不運作 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 建議是不要兩個一起用 那我們現在 這個是其他的 就是 前面這邊我們是講 DETA-TURBO-METHO 然後 DETA-TURBO-CALCO 那好像 什麼事情 我們都可以用DETA-TURBO-CALCO 來做 那到底有什麼呢 那這邊有一個表格 那如果大家繼續 可以 來自左下角 那個連結 那有這些東西 可以讓我們 大家就慢慢看 就是當你有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來這邊找一下 好 那再來講 TURBO-CALCO 有沒有辦法執行 任意的 JavaScript 可以 就是你在網頁的內套 放一個TURBO-CALCO 叫做Squiv 其實你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反正就是要一個 可以放東西的 Squiv 那這個Squiv 裡面很簡單 就是 Squiv 然後裡面放一張Squiv 然後這邊你要寫什麼 JavaScript都可以 然後這邊就寫個 你可以看到 那你的Controller 就是你要一個Lock Controller View 然後弄一個 它的Response是這樣的 就是某一個 某一個路由 它的Response是這樣的 然後你弄一個超連結 只向那個路由 然後點擊 說你這個TURBO-CALCO 要是Squiv 然後它就會把這個Squiv 程式 塞到這個Tag裡面 然後塞進去的瞬間 這行會被執行 所以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 你的 有點麻煩 你要在那一套照片桌 放你的東西 看起來好像有點蠢 用Turbo-Squiv Turbo-Squiv 就是厲害 我說 我可不可以Apain 到發底上 Apain Apain 這個Squiv 就是 我原本只能Apain HTL 可是我只要在HTL裡面放Squiv 然後它就是Drop-Squiv 所以直接這樣看 可以了 就是 你只要指定說 這個拍下去之後 是用Turbo-Squiv 回傳就可以 那這樣也是可以運作的 然後 這會講這個 Turbo-Squiv 會導致這個 開心分額無法運作 為什麼呢 就是 如果你有個Controller 它的回應 就是 它的Wall-Man 你只有 直做這個Turbo-Squiv 的話 那 因為這個頁面打開來 就是那個Turbo-Squiv Tag 然後用戶有的時候 會開心分額 有一個超越 他開心分額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那個Tag 直接分出來 那這樣子 不太好 所以呢 你可以對同一個Route 就是在Ctrl裡面 直接這個 HTN Fore-Made的Response 把它做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完美的 可是你要想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 這個畫面到底是長怎麼樣 這個有點難 好 好 那有沒有 有時間 有時間了 好可以喔 這邊是Turbo-Squiv 那我先來看一下Ctrl 這個 程式碼是這樣 好 就是 我們會有兩個Friend Friend1跟Friend2在這邊 Turbo-Friend1 Friend2 然後Friend1裡面放兩個超連結 第一個超連結指向的是Friend1的Update 第二個是指向Friend2的Update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Friend1Update裡面就是有一個TruFriend的ID是Friend1 然後這邊是Friend2 然後這邊就是說 好 我們來點點按 Turbo-Friend1這個Update 按下去更新了 你知道 然後按2的時候呢 它就壞掉了 那為什麼會壞掉呢 是因為 這個 我們在這個Friend1裡面 它這個連結它預設 它想要在這個內容裡面找到 ID是Friend1 但它沒找到 所以它就會說沒有內容 它就可以這樣 Content meeting 它就說找不到 好 重新增進 好 那我們按這個 Update 1 withFriend 就是我們去指定 我們直接 指定它更新哪一個Turbo-Friend1 更新1 更新2 然後我們 對應的這個頁面的內容給它 那我們這樣 一按下去它有更新 二按下去它有更新 很好 然後 在Turbo-Friend2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更新1 壞了 然後更新2 只有更新 然後 這個Turbo-Friend1 更新上面 2 更新下面 好 這樣 那這個就是簡單的Turbo-Friend的 範例 然後再來是 讓它執行任意的Gascript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 我們放一個 這個Turbo-Friend1 這個Turbo-Friend1 然後它的ID是一個script 然後這樣 所以它就是 我們 放在外面 然後我們指定它要把這個內容塞在這個script裡面 然後這邊放一個 這個 那當我點擊這個時候它就會執行不斷 這樣 就這樣 好 那這是Turbo-Friend的demo 那我們現在來demo這個Turbo-Trim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 剛剛有說到這個DemoTurbo-Trim它需要一些 條件 最困難的一個條件是它的Response 的Content Type 要是Turbo-Friend 所以你 你沒有辦法在一般的這種情況把這些事情做出來 所以呢 我用了這個 這個叫做Macron Macron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就是讓你做這個Mac API 所以我連首頁都做在這裡 這是一個首頁 然後它重點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字不能放大 好 就是 就有點像是Postmate 但是它是負責做Response 所以我們這邊要指定這個Header 就是它的Content Type 它是Turbo-Stream 所以它會用Turbo-Stream回傳 就這樣 然後這一邊這個是 我要有配內容到這個Tucky 那我們現在來看 把這個頁面打開 這頁面打開了 它一開始的內容是這樣子 我們追照這Core來看 嗯 這Core有點難看 等一下 有點麻煩 我把它附置出來好了 這個是它的內容 我把它貼出來 好 那首先是畫面上的 畫面上的這個 這個ID是Turbo-Stream這個ID 它是紅色框框 然後P的話是綠色框框 不是今天 藍色框框 然後 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它會有原始的內容 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 然後它的ID 它會長在這 當我點擊下面的連結的時候 它會長在這 然後下面的連結就是 斜線 然後全部都跟它說 要Turbo-Stream return 其實這個不寫也沒關係 因為 這邊所有的 它都已經是 Turbo-Stream了 所以那邊不寫也沒關係 因為 這裡我會用其他的 格式回覆 然後它這邊按下去之後 應該會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會有分ID的示範 跟Select的示範 跟執行這個 同時執行多個 Turbo-Stream的示範 然後 append的話 就是 append的話 這邊就是append 然後repend的話 這邊就是repend 然後 reflex 就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看這邊 好 那我點這個 第一個 append會把內容 加在這個 紅色的下面 上面 在這邊加一樣 就我按一下它就加一樣 然後 crement加在上面 有沒有 然後我按這個 default 它加在 紅色光光的上面 default是加在自己上面 然後 app的加在下面 然後 好 這如果按下去 東西就不見 紅色就不見 它不見之後 其他按下去就沒有了 就沒效了 所以要重新整理 好 那個update 會把紅色的內容怎麼換掉 那因為它換掉之後 它自己的ID就變了 所以 呃 就沒有辦法再做 可以 等一下我看一下 它換掉之後它一定沒變 tapdate也可以 但是 replace就不見了 replace會把自己整個都換掉 所以 replace之後其他的功能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是用replace 或者是remover的話 要注意 就是它裝機器 好 那再來是這個 那我們指定cssln 我們就指定p 就是這邊會有三個 所以我按這個下去 它應該會有三個長出來 有沒有 長三個 長三個 然後 這長在下面 這長在上面 這樣 然後 這是長在p的 從來 這長在p的上面 有沒有 它長在p的下面 這樣 很復長 對 然後這幾個功能都是一樣的 所以 嗯 所以你愛更新什麼 就更新什麼 好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多個tubotrim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前後是這樣子 就是兩個tubotrim 一個是append 剛剛那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append 一個script 所以它會做一個append 又執行到jarscript 那我們就點一下script 它這個jarscript 它說你可以執行這個jarscript 然後它會長樣 然後它會長樣 真的 你的頂次喔 大家注意看就會長樣 你看 有沒有長樣 所以 你可以在一個reviewend當中 更新你畫面 你愛更新幾個 更新幾個 你這邊可以調應它對不對 所以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欸 都講完了 好 先結束 感謝大家 來 請 謝謝 謝謝 謝謝獎子 那 請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拿出來討論 你有用過這個request.dates嗎 沒有 喔 這個也是jars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jars提供給大家的東西 就是 雖然有同音的東西 也叫request.dates 不是jars 但是你去看jars的reparter 他有一個 你就NPM找 你可以找一個request.dates request.dates 斜線 request.dates 他就是幫你做那個 如果你的gate ajscode 想要回傳那個 tubblestream tubblebrane的話 他可以幫你處理掉這一塊 就是你就不用做它才搭穿東西 就是你只要正常gate 裡面你回傳的是tubblestream 他就會知道嗎 你說那個 剛那個batch 對對對 對 他就是一個 為了處理就在你產生的美食 對 那我們今天最後會講的一層 就在三點半 那我就講的是 就是 一字半 對 然後我想的是 用